众所周知 在娱乐圈中的女明星都是光鲜亮丽的 她们不仅拥有着一张精致的五官 还有纤细的身材 并且她们的演技也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世人总会犯错 说起范冰冰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因为她曾经是国内娱乐圈一线明星 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知名度 当初凭借环珠格格里的金锁一角开始被大众熟知 从而进入观众的视线 金锁的成功 让冯小刚看到了范冰冰的特色 她的电影手机 也让范冰冰在影坛打下了地位基础 范冰冰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长相和气质都很出众 即使随着时间的流逝 但是被动灵的范冰冰依旧霸气魅力 也仍是外媒心中当之无愧的时尚女王 多次惊艳世界 各种礼服长裙造型让人难忘 而演技也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更是获得了国外国外的大大小小的无数个奖项 在娱乐圈 范冰冰性格直爽 做事干脆利落甚至还曾说过 我不嫁豪门 我就是豪门的话 正是这样所以被圈内人称为范爷 虽说范冰冰在感情经历的上面一直绯闻不断 但是唯一被证实的恋情就是和李晨了吧 当年两人是娱乐圈公认的模范情侣 2015年李晨表白范冰冰成功 二人官宣恋情 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恋情 但是在宣布恋爱的时候 很多人是无法相信的 因为两个人的差距相对来说有一点大 毕竟范爷在娱乐圈打拼了这么多年的地位是非常响亮的 但是两人依旧亦无反顾的在一起很久 可人红是非多 范冰冰与李晨在一起期间被爆出偷睡漏睡事件 消息一出 范冰冰的演艺事业瞬间受到了重创 之后更是没有任何作品呈现 形势也低调了很多 显少出现在工作场合 也正是因为偷睡漏睡风波让李晨和范冰冰分道扬镳 直到如今 两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 然而到至今为止 网络上甚至还流传着不少范冰冰做梦都想删除的照片 与王学斌在用泳池的鸳鸯戏水照 和成龙暧昧相拥 在酒会桌底下手牵着手 和红金宝的私生子绯闻 在加入华裔之后 与华裔老总裁王忠烈也是暧昧不断 除此之外 还有和范冰冰相伴十年的经纪人穆小光 两个人经常形影不离 即使后来有了李晨 穆小光仍经常拉着范冰冰的手亮相各种活动 连李晨也只能跟在他们后边 大家都知道 范冰冰每次出席活动都穿得非常漂亮 引人注目 但也正因如此却频频遭遇闲猪手 屡次被人席凶 但即便如此 范冰冰还是得面带微笑 不敢怒也不敢言 这些照片真是一张比一张尴尬 而李晨身为范冰冰当时的男朋友 不知道看到这些照片会怎么想呢 时不时也只能无奈叹息呢 最后希望我们的范爷终有一天 能够回归往日的霸气形象 多做公益 多多提高演技 希望他能够重回当年的巅峰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在这一 nov上的主要 你们这次的深刻 感谢观看